不管是韓國瑜或者是朱立倫 他們目前到一個政治的高度 昨天做出這樣的一個宣言 我個人認為就是 大家所期待的一個結果 而且你如果要用這個 所謂肢體語言動作 來做一個解析的話 其實朱立倫昨天在面 會後在面對記者的時候 他的臉部的表情 我覺得是滿有一點的沉重的 沒有那麼樣的放得開 不然要換給洗地 有壓力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 不會是一個小時當中 兩個之間就會達到 某種程度的一個默契 然後這個之後面就好像是 韓國瑜已經會願意放掉 民眾對他的一個期待 然後全力的支持朱立倫 我覺得這個步驟 應該是太快了一點 因為一個小時之內很困難 我同意 韓國瑜是從頭到尾 你看他失業了十幾年 終於可以找到高雄市長 這樣一個職位 他是很巴不得一天當十天來用 好好把高雄經濟帶起來 今天大家沒有給他 他足夠的一個時間 因為大家覺得 你韓國瑜已經大於國民黨 我必須要說有很多人告訴我們 他是這一輩子第一次投國民黨 那就是因為他是為 韓國瑜而投國民黨 所以他不是喜歡國民黨 我覺得這點是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韓國瑜他從頭到尾 他或許不想選 可是他今天的壓力 是來自於每個人都期待他出來 但過去到現在都是這麼被期待 所以不太可能透過一個多小時 這樣子的一個會面 就有辦法打破大家對他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這個變數 我同意政治的這個因素 轉變得非常的快 但起碼不會像一個小時 那麼樣的快速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 朱立倫從美國回來之後 他的確他的整個選戰的步驟 有做一些調整的 他之前 真的最需要他發語權的時候 包括有關於 我們的小英總統撿到槍 有關於九二共識這一塊 最需要我們國民黨一些太陽站出來 把這樣的論述能夠講得更清楚 或有新的一個詮釋的時候 其實大家並沒有在第一時間 做出一個回憶 然後在於很多時事議題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是非常的一個低調 所以記者又對韓國瑜有興趣 就變成每次都堵他的麥 然後他只要人家問他什麼 他就馬上可以回應什麼 所以以至於整個發語權 都來自於一個韓國瑜 他之後我覺得他昨天 去看了韓國瑜 這東西還是有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政治意涵 為什麼 因為明天 各位不要忘記 明天10點10分 是我們的王院長要宣布 要來參選總統 而且大家都很清楚 王院長跟韓國瑜之間的關係 你如果在這之前 沒有搶得先進來告訴大家 其實朱立倫跟韓國瑜 過去也是好朋友的話 明天會是如何的一個解讀 那就會是 所以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當中 大家覺得有點突兀 可是又覺得好像非必要 我覺得跟明天 王院長要參選 是有一個絕對的一個關聯度 因為你必須要把這個連結度 稍微做一些抽離 否則吳敦應跟韓國有關係 王院長跟韓國有關係 朱立倫出一個李四川之外 關聯在哪裡 不過昨天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們過去就是好朋友 這點我們達到就已經很確定了 但是我還是要提到 彼此之間太陽很多 可是太陽還缺了月光 偏偏現在的月光又勝過於太陽 然後大家又這麼期望 這整個選戰 不要只是因為我們黨內的幾個 大佬出來 然後就讓他沒有九合一 那麼樣子的豐富 那麼的熱切 所以每個人看待這場選戰的方式 都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還可以確定 韓國瑜最後支持誰 或者是他自己出來 都是絕對的一個關鍵 我只是說這一個小時當中 會改變很多過去的一個狀況 因為這個狀況 大家期望他出來不是只有最近 是從11月24號之後 這個聲音就是不斷 韓國瑜不會不知道 外面對他的一種看法 但是我只是得到一個反省 為什麼現在所有大家 對國民黨的一些的期望 都放在韓國瑜身上 如果我們這些人 剩下有意要角逐大位的人 能夠提出不同的一個論述 提出不同的一個解決的方法 甚至未來帶領他們來一個方向 給大家選民做一個選擇 或許這個壓力 就不會全部壓在韓國瑜的身上 我覺得以韓國瑜的EQ 以他過去對人的一個溫度跟暖度 任何人來對他來說 我想他都會是 以給這樣的一個態度 而且我根本就認為 即使吳敦昱 吳敦昱要來選總統的話 他也會送他心想事成這四個字 這個字就是他對於國民黨 這些太陽們 一個最大的一個祝福 所以那個閉門會議 沒有剛才沈大堂講那麼戲劇性 我本來就有強調這一點 我說他們兩個私底下 或者是職界 或者派人 已經講很久了 好像川普跟金正恩見面 他們兩個說你來記名 你說不聊住院已經很久了嗎 所以絕對不是昨天一個小時 還有你看 我從剛才講那麼多話 我有講掉心想事成這四個字嗎 一點都沒有 那是表面 假拐都要話 每個人來我都講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我們台灣又有好幾個總統 可是他們兩個 大老 他們兩個制式的祝福 其實還是滿表層 那都是朋友之間比較淺層的部分 他沒有太實質上面的句法 能夠凸顯出 大道你認為應該是這樣 如果是大老 你說了 這個朱立的表情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他們昨天兩個對外表面的講法 不能講得太確定 太確定的話 以後就沒戲唱了吧 但是他們兩個人在某種 互相之間的了解跟默契跟認同 因為3月多太早了 其實 因為事實只有一個 我同意大老講的 這argue是沒有用的 我很佩服 就是說大老剛剛做的這一段分析 但是就是很抱歉 事實真的不是本事 你想是事實 你有沒有在裡頭 你怎麼想要事實 你也不在裡頭 他也不在裡頭 當然沒有人知道 所以各憑本事 這跟本事沒有關係 就是事實是怎麼樣 所以大老對國民黨比較不了解 其實我稍微說明一下 我覺得昨天 你最接近他們了 你是高雄的 至少這個門你最接近 我覺得剛剛大老講的 可能有時候就是 你只是說無法 我覺得 他心臟很強 距離產生美感 但是我們去坦白講 你說有3000公里那麼遠嗎 其實昨天這樣子的 他們兩個人的聚會 其實並不是已經經營很久 其實我覺得不是 因為坦白講 根本沒有在韓國瑜 對我們委員公開的行程裡面 我坦白講 因為其實我們其實有個群組 就是國民黨立法委員 在高雄的三個委員 我們其實是跟韓國瑜團隊 是有一個群組 為什麼會有這個群組 就是過去其實韓國瑜的行程 都是只有PO給所有的議員 議員的小組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們委員有時候有些需要互動 所以我們也希望了解 但是不適合被放到議員群組 所以我們自己有個群組 所以我們每天會看到 韓國瑜的行程 從上禮拜開始 這兩個禮拜 你說這個朱韓會 是突然冒出來的 這個行程沒有在新聞局長 給我們的行程裡面 我們看到了昨天的行程 就是只有中午的 捐贈的救護車的儀式 跟這個晚上的 他跟計程車小黃的一個座談會 就是這兩個 所以昨天跟朱立倫這個行程 其實是後來可能不知道 什麼時候跑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在昨天 大概12點多的時候 因為媒體 跟媒體一樣 同步被驚嚇 對 同步被驚嚇 還有一些支持者才來說 陳委員 我插一句好不好 你在打臉王金平院長 王院長今天有講 他說韓國瑜有事先告知 有這個會面 韓國瑜很周到的 因為王金平拜會過他 王金平的意思是說 韓國瑜特別跟王金平講說 朱立倫要來找我們 事先告知 這是他的焦道跟禮貌好不好 他就是怕王金平誤會 當然那當然 誤會你說的情形 大佬我要講 其實我不覺得 他們已經整合完畢 其實坦白講 你說國民黨沒有大佬講得那麼厲害 其實現在國民黨 應該是兩顆太陽 兩顆太陽就是一個是朱立倫 朱跟王 韓國瑜 沒有 朱立倫跟韓國瑜 王金平可能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是自己的院長 但是坦白講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不是太陽了 雖然說明天他要宣布參選 人家明天才要舉行記者會參選 2020總統大選 結果你們人家記者會還沒開 都不看好他 很不敬 我是非常尊敬我們王院長 但是我講實情 就是現在民調的結果 其實民眾的期待 其實就是 要不然 大家最期待就是韓國瑜 這個訴求也沒有效嗎 只當一任總統 馬上就交棒給韓國瑜 讓他一展長才 這策略沒有用 沒有用 大家不想等四年 南部的鄉親 就是希望韓國瑜出來選 當然在高雄可能一半一半 很多人是希望說 他把市政弄好 但是另外一半是覺得 他如果能夠當總統 對高雄會很好 對中華民國會很好 另外一點我覺得就是 朱立倫他很可惜的 他就是之前在過年那段時間 有兩個月的時間 不曉得在幹什麼 到美國去學習自旅 真的是這個沒有新聞 浪費時間 對 浪費時間 但對他來講 可能真的是學習自旅 因為他安排了很多新的課程 然後跟新創的有一些 他也在練歸西大法 主要是在跟美西的 Stanford那邊就是有一些討論 我覺得這個先蹲後跳也有可能 因為對他來講 他就叫拚經濟 所以他瞭解一些 這些相關的這些趨勢 但是很可惜就是 其實政治的東西是瞬息萬變 以我現在的觀察 朱立倫現在是要急起直追 然後韓國瑜其實是穩健中求發展 所以韓國瑜其實昨天像我們在 在高雄我們在跟計程車的問獎 我們在那邊座談的時候 我真的很不忍 我坐在他旁邊一個扇 真的是受到皮包骨 受到皮包骨 這麼認真的一個市長 還晚上跟著這個問獎 又座談兩個小時弄到10點 然後回去也沒睡幾個小時 早上又吃早餐 又6點多又起來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你看他那個兩個小時 他是聚精會神的 跟我們問獎的朋友在那邊談 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這兩個政治人物 不管是朱立倫 韓國瑜 我覺得他們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覺得國民黨是一片光明 為什麼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 兩個結論一樣 過程完全不同 我覺得是 因為這兩個政治人物 他們其實是在互相激勵 因為朱立倫昨天也有講 他說如果我夠強 你的兩個跟他的兩個不一樣 那你要不要同意他 我問你一個小問題 你讓我講 我覺得朱立倫昨天講了一句 我講他說如果我夠強 就不會有二階段 對 對韓國瑜來講 大家是勸他 希望他能夠也能夠參加初選 可是那個會有人說正當性的問題 才剛剛當市長沒多久 所以我覺得他有準備好 如果第一階段誰出來了 結果到最後柯批9月 如果全部參選 民調還是輸 那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們的吳敦義主席 他也是就是有說 萬分之的機會還是可以徵召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你剛才是說韓國瑜有準備好 第二階段被徵召嗎 我覺得韓國瑜應該 他就是在穩健中求發展 因為他必須要做到一個地步 是讓市民有感 市政能夠穩健中進行 當然大家就會放他走 讓他去當總統 我覺得其實 你昨天見到韓市長的時候 我們高雄還是可以出誰的總統 就是這麼好 高雄出總統 而且這樣子 當然會照顧到我們高雄 不是這樣子嗎 這個我同意 最後一句我同意 陳永 我問你一個小問題 你剛才講了一句話 也許你自己都沒有覺得 你說朱立倫現在在集體直追 你講過了 剛才 我問你 我還沒問完 他這個集體直追的對象 是集體直追柯文哲 還是集體直追韓國瑜 當然是韓國瑜 這樣 我覺得你講這句話 是很大的失言 你回去想想 對誰失言 是很大的失言 對兩個人都失言 所以昨天這一場閉門會 有可能韓國瑜是該跟朱立倫說 你快點 你要跑快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這兩位 他們能夠良性競爭 然後就是變成一個 我們常常在講 政治的東西就是希望 政治人物能夠變成一個 Better person 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更好的政治人物 互相激勵 然後兩個就是 不管是在市政的部分 學習之旅的部分 到最後我們出一個 不管是朱總統 或者是韓總統 但是他們是互相激勵到一個地步 就是贏過民進黨的這些 尤其是蔡總統 我覺得這不是人民之福嗎 這是人民之福 我覺得這個政治人物互相激勵 尤其國民黨出了兩位 我覺得都很棒的政治人物 當然很好 不過陳委員 你昨天是在韓市長 見過朱立倫之後 跟他共同出席計程車的活動 你沒有問他跟朱立倫講什麼嗎 沒有 那個場合不適合問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 他問了他也不會講 問了也沒用 你可以直接說你知道了 但是不能告訴大家 像名嘴一樣 沒有 我只是覺得 就是韓市長他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這個拚市政拚成這個樣子 然後當然旁邊那人也很辛苦 小吳他的祕書 大家知道說他是睡在問長家裡 還有一個套房 那個小吳司機是睡在外面 睡在車上 中心梗梗 我真的覺得 你為了繞過我的問題繞到好遠 連小吳司機都出來